大家好,欢迎来到Helen的频道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季节 Costco店内的推荐商品 那到了现在这个春暖花开 阳光明媚的季节呢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约上三五个好友 或者呢,是一家人享受户外的活动 再来一个户外烧烤 那在野外或者是院子里烧烤的时候呢 都非常适合带上下面这款Costco自由品牌的 可可兰的烤火腿肠 那这款原味香肠呢,一共14个庄 一共是3.5磅重 它的价格呢,只要9块9毛9 也就是大约7毛1左右呢 是一根香肠的价格 那这款罐装的火腿的味道呢 还是很不错的 烤出来呢,是外焦里嫩,咸香适中 那口味呢,我觉得比较大众 应该属于大家都比较喜欢的那一种 嗯,不像有一些 可能会添了一些特殊的香料 那它呢,是属于那种大众款的 那这款香肠呢,除了在户外烧烤的时候 带上以外呢,我们可以 我们还可以用烤箱来烤 或者呢,还可以煮熟它 用它呢,来制作丰盛的早餐 或者是晚餐,也是非常的省事和方便的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易版的 自制的英式早餐 非常的好上手,适合新手 也非常适合在天热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炒菜 又想吃得丰盛的时候呢 来做这道菜 当然食材呢,就是我们这款 可可兰的烤火腿肠 还有呢,就是罐装的豆子 那么这款豆子呢,我用的是黄豆 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选黑豆 也可以自己喜欢的豆子 我们将罐头呢,放在碗中 加一些番茄酱,糖 然后再放一点点生抽 那大概的味道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的轻重呢 来调节放料的多少 总之呢,我们把它煮成一款 番茄豆子 另外我们需要的食材呢,还有土豆 那土豆呢,就直接洗 洗好以后呢,放入电高压锅中呢 把它蒸熟就可以了 豆子煮开以后呢 我们可以放一点自己喜欢的香叶碎 来调一下味道 然后呢,把它均匀地撒在煮熟的土豆上 再放一些生菜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烤好的火腿 那火腿呢,大概我烤的是18-19分钟的样子 凉面 那如果大家喜欢吃这种 不是很焦,外面不是很焦的那种呢 大家可以掌握一下时间 大概12-14分钟左右也是可以的 那火腿我在烤了一半的时候呢 我就加进去一些这种白色的蘑菇 然后呢,再把它一起烤制一下 这样烤制好之后呢 就是一款丰盛的美味的英式早餐了 当然大家可以用它呢,来做晚餐 因为火腿的成分呢,是猪肉 那说到家庭聚会,野餐或者是露营的话呢 还有呢,少不了的这款 亨式的烧烤调味料组合包 那这款是两瓶番茄酱 一款甜味的腌菜酱 还有一款黄芥末酱 那也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款 那它可以放在热狗或者是汉堡当中当配料 也可以呢,作为三明治沙拉 还有其他食物的调味料 来增加食物的风味和口感 这款呢,现在在减价 它原价是9块4毛9 减3块6以后呢 一共4瓶,6块1毛9 还是比较划算的 另外比较推荐的是Nusa这款酸奶 这是一款很浓稠的酸奶 下面呢,是水果酱 一共三种口味 蓝莓,草莓和柠檬口味 那吃的时候呢 需要把水果和酸奶搅拌在一起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杯香浓的水果酸奶了 也可以加一些你喜欢的燕麦片进去 既美味又健康 而且现在呢,这款也是在减价当中 到6月11日之前 减3块5 那这款呢,原价是9块9毛9 那现在减后的价格呢 是6块4毛9 平均每一杯酸奶的价格 大概是5毛4 卡夫的美式知识片 一共96片装 重呢,4磅重 现在呢,减价4美元后 8块5毛9 那截止日期呢,也是到6月11日 里边呢,一共有4包 每包呢,24小片 每小包的价格呢 大概是在2块1毛4左右 那这款呢,可以放在三明治中 也可以放在汉堡里 还可以单独来享用 那另外还有一种吃法呢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大家呢,也可以尝试一下 把它放在方便面当中 它与方便面结合呢 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先把方便面呢 用热水泡一下 第一时间不要放芝士 因为第一时间放芝士的话 它很快就会融化掉了 先泡1到2分钟的面以后呢 再把芝士放进去 再焖一分钟 它可以让普通的方便面的味道呢 立刻提升一个档次 吃起来呢 方便面有了浓浓的芝士的香味 而且汤呢 也变得非常的浓稠的芝士味道 如果你真的很忙 没有时间做饭的话 需要泡一杯方便面来充饥 那也不要委屈了自己 加一片芝士呢 就会让它变得非常的美味 当然呢 我们还可以再放上 你喜欢的肉片 再来一点你喜欢的水果 或者是小黄瓜小番茄等 这样呢 这顿饭呢 也是比较丰盛了 那这款呢 是推荐给喜欢芝士的朋友 再有呢 本期还推荐一款 就是这款雀巢的小冰激凌甜筒 那这款小甜筒 一共有三种口味 香草 巧克力 和焦糖口味 小小的一个 上面呢 有巧克力外皮 外加花生碎 下面呢 有脆脆的圆筒 口味非常的丰富 又解馋 又解饱 那一个人 一个的量呢 我自己感觉是刚刚好 不大不小 吃完呢 也不会像吃冰棒那样 觉得太凉 那一箱一共16个 现在的价格呢 是减价3美元后 7块9毛9 也就是平均一个呢 大概不到5毛钱 也适合开party的时候呢 拿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 讲到露营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Costco是现在正在减价的户外用品 那这款呢 是6人的带照明的圆顶帐篷 它的尺寸呢 是10乘以9英尺 那么上面写着呢 可以睡6个人 能放下两张 Costco的双人气垫床 内置有LED的照明灯 这款帐篷的中心高度呢 大概是66寸 鞋针呢 是可以睡6个人 那我目测呢 感觉如果是6个大人的话 空间会比较紧张 但是如果是一家人 小孩子比较多的话呢 也许6个人差不多 那基本上一家四口的话呢 应该是空间比较宽松的这样 这款呢 是到6月4日 减价20美元后 79块9毛9 它的帐篷 还有另外一款 比较大的size的 10人带灯的小屋帐篷 那这款呢 是内置有LED的照明灯 然后可以睡10个人 中间的高度呢 78英寸 它能够容纳 4个昆size的气垫床 现在呢 减价50美元后 价格219块9毛9 另外呢 户外的休闲仪 也在减价当中 像Tommy这款 带5个口袋的沙滩仪 减价10美元后 29块9毛9 还有这款休闲摇仪 减价10美元后 39块9毛9 另外呢 还有这款 很结实的金属框架 侧面呢 带一个小桌板的椅子 现在减价10美元后 39块9毛9 那这款呢 减价的截止日期 到6月11日 另外我们出门的话 一定少不了cooler 要放一些冷冻的食品在里边 那这款呢 是泡沫填充 最多可以容纳 32罐的饮料 那这款保温箱的特点呢 可以提供最大的保温时长 同时呢 又减轻了重量 这款保温箱 比相同容量的呢 它要轻 30%以上 它的容量呢 是24夸托 尺寸呢 18.9英寸的宽 15.5寸的长 17.2寸的高 重量13.2磅 6月18日之前呢 减价20美元后 价格49块9毛9 所以呢 有计划露营的朋友呢 可以留意一下 以上这些减价的商品 那网站上呢 也在减价 但是店内的价格呢 要更便宜一些 好了 今天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再见